天安门标语上热搜,中共惧怕民间力量 俄罗斯送女球上前线,乌克兰急征F-16飞行员 澳洲48位政要呼吁美国放弃引渡阿桑奇 FBI警告,警惕免费公共充电插座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去年的10月份,在北京四通桥出现的几条反共标语轰动了国际社会 近日,天安门城墙又疑似被喷字 照片传到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冲上了热搜 民间议论说,不管是不是天安门 还是在其他的城墙上都为喷字的勇士点赞 因为这反映了中国民众反抗中共暴政的意志 4月8号,这张照片在网路上疯传 照片上疑似是天安门两个圆形拱门之间的红色城墙之上 被人喷上了一行黑色的标语 虽然有警民看上去是公安便衣的男子 用一块白布遮挡住了标语的前半部分 但是没有被遮住的后半部分 必须下台几个字,依稀可见 标语的旁边一个疑似是身穿军服的男子在打电话 不远处还站着疑似是游客的一男一女 由于去年11月份的白纸运动当中 上海的民众喊出了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不少人认为这次城墙上喷的是 共产党必须下台 或者是习近平必须下台 不过从照片上来看 被遮盖标语的前半部分可能不止是三个字 据分析,照片中的城门明显是北京故宫城门的建筑风格 但照片范围太狭窄 难以完全确定到底是否是在天安门 也可能拍摄于城楼的外侧或者是天安门的内侧 另外,位于天安门和故宫五门之间的端门 五个门洞也和天安门拱形门洞相似 而故宫的四个城门设计都是外方内源 有评论认为,如果消息属实 可称其为是当今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许多民众认为,照片可信 也有人说,中国人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要共产党下台 目前,大陆还传出了知名的法律学者徐志勇 遭到了重判14年的消息 同一天,人权律师丁家喜也被重判12年引发重怒 在开庭的前一天 旅居美国的丁家喜的妻子罗盛春透露 4月10日是开庭审判而不是开庭审理 当局对两个人的案件根本不敢开庭审理 不敢传证人到庭 秘密的审判9个多月不敢宣判 现在通知律师取听宣判的通知书 都不敢提宣判两个字 他们用开庭审理只是为了混淆视听 4月11日,罗盛春发推文说 中共当局又蠢又坏又笨 有胆量罔顾事实乱定刑期 却没有胆量向家属公布判决书 罗盛春说 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集权和专制 咱们走着瞧 德国之声对此进行报道说 中共当局正在竭力地清除民间力量 而国际社会应在与中国交涉的时候 把人权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王清鹏说 刚得知丁律师被判刑12年 愤怒得无法言语 中共在陌路狂奔 民运人士王丹认为 这也提醒我们 不要对这个邪恶政权有任何的幻想 他们不被推翻 中国就永远没有进步的空间 据了解 在判刑之前 许志勇在法庭的陈述已经通过有人复光 他说少数官僚决定13亿人信什么主义 说什么话语 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根除专制 此前他还曾劝过习近平退位 而丁家喜在口述文稿中指出 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 即使是身在高墙 我也能清晰的感觉到 他最后表示 专制政权或堵死了垮台的1000种可能 但是专制政权会以第1001种方式垮台 这是历史的规律 让我们开始倒计时 5 4 3 2 1 目前的俄乌战场 由于乌克兰军队的死守 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木特战况胶着 也造成了俄罗斯正规军 拥兵团瓦格纳损失惨重 近日更是传出消息 由于连男囚犯都害怕惨重的伤亡 不敢上战场 当局开始招募监狱中的女囚犯天不缺额 综合外媒的报道 当局已经招到上百人 目前已经约有50人开始进行军事训练 希望女囚犯不仅能够担任医疗工作 还能拿起枪杆担任狙击手或者是破坏工作 莫斯科时报报道 3月初便有一辆载着接受转移的囚犯的火车 开向乌克兰顿利茨克地区 其中就包括女性囚犯 而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俄罗斯当局以吸引人的条件招募女囚加入军事行动 乌克兰方面的官员则根据情报表示 俄罗斯自敦内斯克战领区招募了约50名女囚犯 先送到俄罗斯境内训练 再转到乌克兰前线作战 俄罗斯监狱人权协会透露 其实早在2022年底就有招募女囚的现象 约有100多名女囚犯 自俄罗斯流放地被送到了乌克兰的东部 瓦格纳运兵团创始人维格纳则表示 这些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州下塔吉尔流放地的女囚 愿意到前线担任医务人员或者信号员 而透过进一步的军事训练 更希望这批女囚能肩负起狙击手 或者是对敌方的破坏工作 而在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在与丹麦国防部长詹森的简报会上呼吁 如果有懂得驾驶F16并准备好参战的飞行员 乌克兰的国际军团将对其敞开大门 鉴于为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 各国提供了不少的支援 外媒认为这条消息或许代表着 欧洲各国承诺赠送的F16将抵达乌克兰 现在对乌克兰来说 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找到更多的会驾驶F16的人 另外根据推特账号乌克兰武器追踪网站发文 英国第一个AS90履带式155毫米自行留带炮 已经到达乌克兰 英国总共计划向乌克兰转移30个AS90履带式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AS90履带式自走炮 是由英国维克斯造船与工程公司研制的轻装甲自走炮 基本配备为155毫米L131射击系统 由惯性动态、基准装置、炮塔控制计算器、数据传输装置等组成 可以完成自动测地校准、自动瞄准等工作 在维基解密创始人、澳洲公民阿桑奇 在英国被监禁四周年之际 来自澳洲联邦政府近50名政要一起联名 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敦促放弃从英国引渡阿桑奇到美国 阿桑奇2006年创办维基解密网站 2010年公布了大量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 尤其是澳巴马政府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行为 为此 澳巴马政府的司法部指控阿桑奇犯有间谍罪 目前 阿桑奇被关押在伦敦的贝尔玛什监狱 等待引渡到美国的决定 维基推特账号4月11日发文说 如果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国 他将面临175年的徒刑 推文呼吁说 他应该和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团聚 卫报公布了澳洲政要的联名信 显示48名联邦议员和参议员 包括政府后座议员和联盟党、绿党等跨党派政要 敦促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结束对这位澳洲公民的引渡程序 联名信写道 如果引渡请求被批准 澳洲人将目睹我们的一位公民 被从一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奥克斯伙伴国家 驱逐到另一个同属奥克斯的 最亲密的战略盟友国家 而阿桑奇将面临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境况 这将为所有的全球公民、记者、车版商、媒体组织 和新闻自由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这也将不必要的损害美国作为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世界领导者声誉 联名信还提到 阿桑奇被监禁了十多年 国际专家反对继续迫害阿桑奇先生 包括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梅尔泽 和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米亚托维奇 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 各国家元首和议员们 民意调查显示 88%的澳洲人支持或不反对政府 向阿桑奇先生带回澳洲的呼吁 绝大多数的澳洲人认为 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 必须结束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近日对消费者发出警告 不要使用免费的公共充电器给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 因为很多公共充电器座已经被不法分子劫持 利用其输入恶意软体 使黑客有机会进入你的手机 平板电脑或者是计算机 众所周知 许多购物中心 咖啡店 机场等公共场所都会为顾客提供免费的充电座 作为提升顾客服务的一部分 不过使用此类服务的用户 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手机 可能会因此受到网络的攻击 FBI单服务外地办事处在一条推文中提到 不法分子已经找到了使用公共USB插口 将恶意软体和监控软体引入设备的方法 请随身携带上自己的充电器和USB线 尽量避免使用机场、酒店或购物中心等的免费充电座 FBI还提醒了类似的指南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曾就炸之机软体入侵事件发出警告 这一起事件就是用户把手机插入其中一个充电插头之后 会自动的下载一种恶意的软体 并将其安装在设备上 这将使黑客能够远程控制用户设置 并且收集更多的数据 例如个人资料、GPS定位、社交媒体动态、照片、通话记录 和其他正在执行中的APP FCC警告 带有受损USB电缆的消费类设备 让黑客可以通过软体入侵 以窃取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两天台海的局势紧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一会儿中共的飞机舰船骚扰了 台湾的舰队警告了 美国的飞机侦察了 消息不断的传出 而网上流传出这样一个段子 听起来很有趣 和美苏争霸时的笑话感觉差不多 虽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懂的人都会觉得有些道理 说辽宁舰在南海游异 美国、日本全程监控 一名美军的士兵在监控记录中写道 真的是令人震惊 辽宁舰上居然没有一个是实战过的海军士兵 只有一些仪仗兵、军官、文工团演员等 这些人早上迭被子 中午排练中国梦、跟党走等自行 中午吃鲍鱼和鱼翅 晚上举行派对 凌晨的海面上 我没有感到火药的味道 只是觉得大海上更是多了一些腥味 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